好 还记得老爷徐克三年前的一部《敌人节之通天帝国》是将观众带回到了大唐盛世 而刘德华 李彬彬 邓超的破案三人组也是在各大地图连破其案 是 他们又回来了 今年徐克带着《敌人节》系列电影回来了 讲述了由赵又廷饰演的《敌人节》出道大理寺的故事 再加上对手有冯绍峰 助手林更新 好强的组合 对 这三个男人一台戏太精彩了 以大理寺速来破案审速 十天之内查不出真相 提头来见 Angela Baby扮演的盈锐鸡 厌绝天下 各路人马争夺花魁的同时 洛阳城又突然出现了两只怪物 穿沿四起的时候 敌人节闪亮登场了 我显灵了 在下敌人节 由公布上述颜大人举进入大理寺任职 大人 神都如今竟然出现了两条龙 荒唐 如果真的有龙王 我大唐以后也不用打仗了 作为系列电影《敌人节》的第二部 《神都龙王》中全新的破案组合让人耳目一新 赵月廷出演的《敌人节》 冯绍峰演绎的大理寺高手《御池真金》 再加上林更新扮演的义工《沙陀忠》 这三个男人的一台戏那是各有各的精彩 《敌人节》 《敌人节》 《敌人节》听命 比起上一部刘德华 李冰冰 邓超的组合 这一代的神探组合可是年轻不少 不过上一部的成功在先 这幻觉是不是有些冒险呢 面对三个几乎不认识的新演员 导演徐克也觉得反而更有新鲜感 而我觉得是对他们来讲 我觉得很有新鲜感 基本上是赵月廷没演过《武装》 《敌人节》 《敌人节》演过 可是在我的戏里面 他演的是绝水舞台一样 他是一个高手 那林更新是 他的那种很特别的气质 我觉得他在戏里面 就能够很大很多 神都龙王李徐克 大胆挑战水下三地 神都洛阳的繁盛 和两国海战的恢弘 让观众舍不得眨眼 比起第一部投资更是加到两亿 而对于票房 主创们也很有信心 影片中还有一个令人惊喜的客串 那就是陈坤饰演的太医王璞 提前观看了电影的观众 都对这个神叨叨的角色充满好奇 不过 这个答案呢 我爱演唱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 其实有某种的故事 我爱演唱的 有请提醒观众们 神都龙王将于9月28号正式上映 想知道各种神秘的 千万不要错过片尾彩蛋哦 娱乐星天地 许可一出手 就知有没有上海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